很多新能源车试试试驾环节出现了事故 车速太快了 现在的动力很廉价 宝贝们 两三秒加速的 你只需要花二十多万就能买得着 曾经内燃机时代的时候 咱买一台两三秒的车 你五百万以内可能很难选得到 在原厂状态下 宝贝两三秒的加速 甚至两年前 没有几个人能体验得到 除非啥 你是富人 你有条件买超跑 但是即使买了超跑 真正的富人 他也不会在大街上 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现在廉价的动力太多了 所以导致很多年轻人 甚至把自己的安全不放在心上 也把其他人的生命安全置身事外 真的很不负责任 我知道很多宝贝听我这句话 跟放屁一样 但是你回想一下 再换个角度来讲 你在大街上 马路上 公共场合 你看到一个人 开着一台新能源 电车两秒多的加速 风驰电车般从你眼前过去 你是会给他竖个大拇指呢 还是心里骂他一声傻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真的应该管管了 我是一个三二多岁的老灯 老咕噜棒子 我有孩子 我也有家 我年轻的时候也放荡不及 幸亏运气好 捡回来一条命 但人一辈子能幸运几次呢 如果说我拦不住视频前的各位小伙伴 那我希望你们一直都能保持好运 点赞关注 祝你发财 长命百岁 小伙伴